天窗 它雖然盤裡看起來很紫啊 但因為它眼影是做得透透的 如果你想要磁色啊 不沾杯 然後又不染唇 而且它又是華順好圖的唇膏 我覺得這個產品是很棒的 哈囉,我是五月妹 今天要用CAT的彩妝來上全臉的妝容 那今天要用的產品有 這些產品我都有詳細的心得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一邊上妝一邊分享吧 GO! 好,那首先我先拿上他們的隔離霜 那這個隔離霜是我上次買他們的微光粉底液送的 我上個影片是做微光跟微霧粉底液的比較跟實測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一下喔 它的質地就是乳液狀 然後化開會有點變成水狀 是還蠻清爽的質地 那有一個淡淡的香味但是不會很重 我先上半邊臉給你們比較一下 那它就是那種會有提亮而且增加光澤的隔離霜 我上次上了一半然後上粉餅的時候 我是覺得它會變得比較貼妝一點點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上了這一個隔離霜之後啊 你後續的底妝你是用摩擦的方式去上妝的話 它是很容易起屑的 所以最好是搭配一些上妝工具 然後不要一直去摩擦它 實測9小時喔 像隔離霜的話啊妝感是會比較服貼一點啦 但我覺得沒有擦到很多 所以呢這個產品我就沒有特別的喜歡啦 再來是零瑕肌密遮瑕膏 那我有兩個顏色一個是明亮膚色 一個是自然膚色 那這兩個色號我覺得是沒有差到很多耶 仔細看自然色好像有深那麼一咪咪 這兩個色號都還蠻貼合我的膚色的 那因為是膏狀遮瑕嘛 所以我會先用手的溫度去把它軟化 它上起來是很滑順的而且質地很輕薄 拿來遮痘疤跟黑眼圈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我是先用自然色來遮我的黑眼圈 然後用小刷子沾明亮色來提亮淚溝 法令紋跟純粥的暗沉 這一款的遮瑕效果是很不錯的 使用起來也不會很乾 那如果你後續定妝或帶妝時間長了 就會覺得細紋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以膏狀的產品來說我覺得它已經不算很乾了 然後持久度也是很不錯的 整體來說遮瑕膏我是喜歡的 那我整臉的遮瑕都已經上完了 我們就直接來上它這一個粉餅 那我的色號是01樓膚色 這款粉質摸起來是很細的 然後一上上去就是霧感十足 又能微微透出肌膚的光澤 遮瑕度跟毛孔遮蓋度都很好 妝感也很美 臉頰兩側也不會覺得很乾 那我剛剛已經盡量用按壓的上妝了嘛 還是有一點點的起屑啦 就是剛剛我說的那個隔離霜的問題 一號色對我的膚色來說啊 稍微是有點提亮的效果 這一款的持妝度啊 以現在的天氣來說 在六個小時內都還不錯 就是會有點出油 稍微有點暗沉 但還可以接受整體的妝感都還算漂亮 如果超過六個小時啊 它鼻翼兩側出油會整個把粉往上推 妝感就會看起來膚膚的 然後法令紋卡粉的狀況也是還蠻明顯的 如果這個時候啊 它是沒辦法只用紙巾壓掉粉餅去直接補妝的喔 它是會糊成一塊的 所以這款啊 如果你只是要帶妝五六個小時的話 我覺得它的妝感都還是很漂亮的 但是如果你是要長時間帶妝的話 你可能就要搭配一些控油的妝錢或是定妝噴霧 不然你就要在五個小時左右就補妝啦 所以它的持妝度我覺得算是比較普通 但是它剛上的妝感真的是蠻漂亮的 就看你比較重視哪一個 好那我整個臉部的底妝都已經完成了喔 我現在要來畫眉毛用他們的眉粉 這個產品啊是不是他們的經典產品啊 因為我記得好像還蠻多人推過這個產品的齁 那它的顯色度是很適中的 粉質摸起來很柔滑 顏色很適合我深棕色的頭髮 裡面附的刷子啊 它是做一邊蓬鬆一邊緊密的嘛 但它比較緊的這一邊我覺得是可以再做扁一點 然後寬一點 就是像我常用的這種刷子 因為我眉尾幾乎是沒有眉毛的 用這種刷子去描繪會比較快速而且精細 那如果你眉毛很完整你只是要填個空隙 它這個刷子已經算是很好用了啦 那我是先用最深的兩個顏色混合來上眉尾 它整個上色的速度是很快的喔 再用最淺色稍微暈染一下眉頭 它這個最淺色啊拿來上眉尾是不會失手 而且很自然的那一種 整體來說這個產品就是還不錯 眼影的話我是有三盤的 然後中間這一盤我上次get ready with me有用過 這一盤因為是蠻古老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用這一盤非常特別的紫色 眼影的粉質很細膩柔軟 顯色度以日系來說算是高的喔 暈染度也很不錯 全部的質地都帶有微濕度的光澤 然後帶有不同亮度的小細傘 它是有說前面這三個顏色是打亮腮紅跟修容 下面三個是拿來畫眼影 我看了一下就是那個修容顏色不太對啦 它是一個紫藕色 可能最多就是上鼻影吧 那也可以把腮紅色拿來當作眼影的主色 其實整盤都可以上臉或者是上眼睛啦 這一盤的配色我覺得是現在還蠻少見的 先用灰紫藕色來鋪滿眼窩 讓眼皮稍微有點收斂的效果 日系眼影上眼窩其實我都會比較喜歡用眼影棒啦 因為都是珠光嘛 我覺得用海綿棒或手上起來會比較均勻一點 接著用這個紫色來眼窩暈染 它雖然盤裡看起來很紫啊 但因為它眼影是做得透透的 所以上眼也不會到非常的紫 就看得出來它是紫色啦 那因為我剛剛有先上一個底色嘛 所以也會降低它的飽和度 再來這個腮紅色啊 它是一個紫紅色 我把它上在下眼影的後三分之一 看起來會比較柔和的感覺 深紫灰色加深上眼皮的後三分之一 這個顏色啊 我範圍就抓得蠻小的喔 也可以上在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當作眼線色 打亮色拿來提亮臥蠻跟眼頭 打亮色拿來提亮臥蠻跟眼頭 這個顏色啊 是銀白色帶有一點粉掉 這個我就是少量多次的去疊加 不然它這個是非常亮的喔 粉紫銀片光細閃 拿來提亮上眼皮的前二分之一 跟眼珠下方 它是有閃度的光澤眼影 而且閃度很剛好不會失手 上起來是很漂亮的 眼影就完成啦 那日系的開架品牌 會出一些特殊色的眼影 應該就是CATE了吧 我還看過他們其他的系列 會有黃色啊藍色跟綠色 如果你是想要嘗試不一樣的色彩 但是你又怕不好掌握 或者是畫起來太浮誇的話 我覺得他們的眼影就非常的適合 因為他們的眼影畫起來 還是會有種透透的感覺 而且他們的眼影盤 大部分都是三色或者是四色 你也不用想要去怎麼配色 是大部分人都可以掌握的眼影 好那接下來我就要用他們的眼線膠筆 來畫眼線 這個眼線膠筆應該是在我的影片 出現頻率算很高的一個產品 這個眼線膠筆就是非常好上色 也防暈 算是我目前用過最好上色的一款 他唯一的缺點就是容易斷 但這個就是一體兩面 這個產品是我會一直回購的 如果看到有特價就會入手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不多說囉 接下來睫毛膏呢 我要使用他們的這一個組合 那這一個組合裡面呢 是有一個白色的底膏 跟一個現場款的睫毛膏 我自己是還有買了一款濃密款的啦 所以我想說呢 我就先上這個底膏 然後我再一邊上現場 一邊上濃密給你們比較一下 不過我記得他們這一個底膏 是不是還蠻多人推薦的 我之前是都沒有買過啦 我這次是第一次購買 不過我也已經用了好幾次了 他是白色半透明膏體 配上黑色纖維 這一支的膏體是偏乾的喔 然後需要一點技巧去掌握 就是纖維你要控制在一個比較剛好的量 不然上太多啊 他容易卡在睫毛尾部的地方 你後續睫毛膏會不是那麼好去整個把它蓋過去 而且睫毛會弄得亂亂的 我還是比較不喜歡這種白色的膏體啦 所以這一支我就沒有很喜歡 但如果技巧好的人 用起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兩款睫毛膏啊 先來比較一下刷頭 像是1028的這一種 我這邊啊先來刷仙長款 仙長款刷出來是底部濃密 往上稍微有點根根分明的感覺 那他纖維也是比較多一點喔 所以也是要注意一下用量 但他還是在一個好掌控的範圍 刷出來的效果是很不錯的 另外這邊來刷濃密款 濃密款就是蠻容易刷出蟑螂角的 而且我覺得狀況算是蠻嚴重的喔 那也會刷出比較多交叉感的睫毛 整體效果我是覺得比仙長款還要好一點 我就想說我用完這個睫毛 不知道已經是天荒地老了 那這兩款剛上的捲翹定型效果都很好 只是刷完兩款都要整理一下睫毛 不然會看起來比較亂一點 尤其是濃密款 兩款比起來我會比較喜歡鮮長款 因為他比較不會有蟑螂角的問題 9小時後捲翹度的效果還可以 會稍微掉下來一點 燙過是可以維持在本來的位置 防暈度也是可以的 有時候眼尾會掉一些纖維下來 但狀況不是很嚴重 主要是刷完一定要把睫毛整理好 多出來的纖維要把它處理掉 就比較不會有纖維掉下來的問題 這兩款睫毛膏我覺得都是要花時間去掌握跟整理睫毛的 所以整體來說這兩款我都沒有很喜歡 不是我目前會常拿出來用的睫毛膏 但是如果你用的很習慣呢 應該會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整個眼妝就完成囉 再來腮紅啊我是用眼影的這一個顏色 它是一個紫紅色 那這個顏色很顯色喔 所以你一定要在手上勻一下 不然它會很難暈開 那我就來上一個斜刷的腮紅 它這種顏色上上去啊會帶有一點血色感 顴骨的打亮啊我要用這兩個顏色來混合 因為我覺得它這一個顏色有點太陰白了 我覺得混這一個顏色起來會剛剛好 那它這種光澤啊也是稍微有點那種濕潤的感覺 我覺得很美 這兩個顏色混合出來的打亮啊 我就覺得可以跟腮紅融合的很好 修容我要選用他們這一款V字臉修容餅 這款的粉質啊也是非常的細膩柔滑 我這句話應該講了很多次了 但是我覺得KATE的粉質都是做的很柔軟 然後附貼度很高 那這兩個都是有光澤的質地喔 我這個色號是比較淺的 它的發色度就真的是還蠻淡的 打亮也是細緻低調的那一種 然後帶有一點粉色感 我覺得蠻適合拿來提亮鼻樑鼻頭跟淚溝 這種需要隱約光澤的地方 那我也有順便提亮一下眉頭 它的修容顏色是比較偏黃的 暈染度也是很好的 我就上再下二線 那我是直接用盤裡附的刷具來上 這個修容我覺得我沒有到很喜歡啦 因為修容我還是比較喜歡寵物面的質地 最後是他們新出的唇膏 怪獸級磁色唇膏 我的色號是02甜潤果紅 這個顏色就是一個紅調比較重的粉紅色 基本上呢就是一個不挑膚色的百搭色號 雖然在手上看起來透透的 不過它上嘴真的是很飽和 然後是完全沒有味道的 上的時候呢是滋潤型唇膏的感覺 滑順保濕 它的光澤我覺得很漂亮耶 是有點果凍的呆呆感 質地呢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等它乾掉用面子壓掉它上面的光澤 它就會不沾杯也不會沾口罩 用面子去按呢也都沒有顏色喔 但就是表面的光澤會不見啦 所以我就想說這個產品應該是會染唇的 結果它沒有耶 我上在手上用卸妝水就可以很輕易的卸除 但上在嘴唇還是要用眼唇卸妝液啦 避免去增加唇部的摩擦感 然後我吃完正餐啊 它還可以留下七層左右的顏色 只不過我發現這一支啊 掉色會有點變成桃紅色 但不至於變成很螢光的顏色啦 我後來啊又買了幾個色號 是沒有這個螢光色的問題 如果你想要磁色啊不沾杯 然後又不染唇 而且它又是滑順好塗的唇膏 我覺得這個產品是很棒的 好那這個妝容就完成了喔 我覺得畫出來的感覺是有點都會女子 然後帶有一點神秘的色彩 紫色果然就是一個很神秘的顏色 最後來總結一下吧 那我比較喜歡的產品就是遮瑕 眼影眼線還有唇膏 當然還有它們的微霧粉底液啦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就是紫色的眼影 這一盤是不太會畫髒的 那如果你去買它們那些橘中粉紅配色的話 也是很好掌握的眼影啦 好那今天全臉CAT彩妝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喔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對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們個讚 還有訂閱我打開小鈴鐺 也要記得去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囉掰掰 不過它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啊你定妝噴霧 畫眉毛那我用的是他們的 我還幹過他們其他系列 幹活 就讓它漸變出來 然後配那個魔幻的音效 我是不知道它其他包包包 有的 因為